原标题 分别是中邪西独南地北盖中神通 除了中神通王重阳天下第一之外 其他四位都是平手 不分不中 五爵的故事 到了神雕侠旅中还有很大的篇幅 红七公和欧阳宗这两位 可谓是拼斗了一生 最后也是因为 在相互比拼中耗尽心力而双双死去 读者不免要问 直到两人生死之前 北盖洪七公和欧阳宗两位 到底谁强谁弱 这个问题 神雕侠旅中有一个人做了回答 此人就是杨过 杨过是唯一一个见证了 北盖和欧阳二人去世场景的人 他也确实有资格评价二人的武功强弱 因为他从前到后 完完全全地目睹了两人的所有打斗 并且还参与到其中 他将洪七公的武功招式演示出来 让欧阳峰 思索破解之法 杨过练过不少上乘武学 其中包括林朝英的玉女心经 王重阳的全真剑法 欧阳峰的德麻功 还有前人黄肠留下的九金真经 从武学的见识来 看算得非常丰富 因此 杨过的武学见解想必分量很重 且看他是如何评价洪七公和欧阳峰二人的武功强弱的杨过心想 一副虽然了得 终究是逊于洪老前辈一筹 那打狗棒法使诸之时 一副苦思半赏方能拆解 若是当真对敌 哪容他有细细宁思琢磨的余裕 也就是说 在杨过的心目中 红七公略胜一筹 因为欧阳峰破解打狗棒法 是在苦思冥想之后 而不是林狄之计 恕我直言 杨过的理论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不能在林狄之际破解对方的武功招式 就是略训一筹吗 欧阳峰破不了打狗棒法不假 那么请问洪七公能在林狄之际 破解欧阳峰的阁麻功吗 能破解欧阳峰的蛇杖杖法吗 同样破解不了 所以 绝对不能以是否能在林狄之际 破解对方武功招式 为判断谁强谁弱的标准 诚然 在打斗过程中 欧阳峰破解不了打狗棒法 但欧阳峰会败吗 绝对不会 一直闪避退让即可 或者用阁麻功互相对攻 这正如张无忌 也无法在招式上 破解少林空性的龙爪手一样 能不能据此认为 张无忌比空性略逊一筹 当然不可以 张无忌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 早已立于不败之地 事情其实很简单明朗 恒良高手武功强弱的标准是什么 是其综合实力 红七公和欧阳峰的综合实力 一直都在伯仲之间 所以二人多次交手 逗了一辈子 其实还是旗鼓相当 不分伯众的 金庸在写作之中 表现出一个写作习惯 那就是搞平衡 他喜欢把齐鸣的高手写成平手 就比如说 东斜西都南地北在四人 这四人齐鸣是在第一次华山论剑 但之后 四人的际遇都不相同 按理说是可以分出高下的 比如说 南地一登大师得到王重阳的先天功 又修炼过郭敬给的九阴真经总纲 理应武功远超其他人 但金庸不管 对此重大问题完全不加解释 强行让四人平手 再比如红七公先是武功全师 后来因修炼了部分九阴真经 而功力恢复 按理怎么都不能恢复到十足十跑 但金庸不管 通过黄药师和红七公分别对郭敬的比试 可以看出 东斜北盖又成了平手 再说 西多阳风把假的九阴真经给炼成了 在二次华山论剑的时候 武功在黄药师 红七公之上 但到了神雕侠旅中 金庸却又把红七公和欧阳风写成了平手 总之 不管多少曲折 金庸写来写去 还是要把这四人的武功写成平手 所以 北盖和西都到临死前还是平手 金庸的搞平衡理论 很明显要远远强过阳过那所谓的不破解就不如的浅漏之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